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3月14号 今天已经持续上来到本周四了 一个礼拜的周末 剩下最后一天的营业日了 总计从上周五到今天为止 台股大盘指数上涨86点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出来呢 包括从上礼拜三邀请的 这个三月份的转机股 那么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涨停 这礼拜一又涨停 把它收割完之后呢 同时转进这两档股票 那么圆山20% 昨天收割了已经跟你做说明了 圆山就是原来是你 6275的圆山 那爱马仕呢 是3月7号邀请的爱不释手 都有跟你做预告 那么昨天也全部收割了22% 那么全数获利出场 那等一下节目当中 我会跟你回顾这个过程 来拿出证据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所以呢今天说真的 感谢老天爷让我发明了A指标 我们要感恩回馈 今天提供30个名额 如果你前面都没有跟上的 如果你现在跟的老师 你都不满意的 我们有30个名额 让你快散活动 来跟上明天的标股 如何跟上呢 只要留言1加1 联络电话或者是1加1 Line ID 就可以跟上我明天的小标股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荣老师 那么台股在今天 果然如同燕荣老师的预期 还记得我在这两天 怎么跟您说明的吗 我说这个盘叫做什么 叫做箱形格局 箱形的底部 顶部叫做2万点 箱形的底部叫做1万9千7百点 所以呢 你就不可以期望值过高 那如果你像我过去 比如说整个策略上 我就认为应该做个调整 过去10天到15天 30% 三档就资金翻倍 但是因为是一个箱形格局 你一定要在箱子的屋顶 就把它卖掉 箱子的一个底部再把它买回来 否则你就会报上报下 有没有 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把整个期望值调低一点 变成一档20% 四档资金就翻倍 这就是去收割 包括华裔啦 包括这个圆山啦 还有呢 爱马仕去收割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买进卖出的过程 看到这里 好这个是华裔喔 华裔的这个是圆山 圆山的话呢是在3月11号 3月11号呢 我邀请你原来是你 缘分的圆 他就是圆山 那我说我在这个地方隔天 你还可以再买 那事实上 真的你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专案活动 你就是提前一步 那提前一步的话呢 是买在哪里 买在五九六十块到五九点三 那这个地方最低来到五九点二 五九点二 你可以买到五九点三附近 那甚至你买六十块也没关系 好那么也是相对低点 那隔天的话呢 一开盘在哪里 一开盘的话呢 还在六十块以下 你也买得到 你不跟我们更叫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也买得到六十块耶 跟我的会员朋友一样 所以当我在邀请你 今天的快展活动 三十个名额的时候 你来就是像这样子 你一定是买低价 你放心 那结果呢 买进了当天 我邀请你来 你来买了以后 那当天涨停板 从这个六十块以下的五九点八 拉到这个六十六块的涨停板 然后隔天在跳空涨停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动作 我在这个地方啊 十三号是昨天 九点钟之前的八点四十八分 我说你可以挂在七零点五 到七二点三卖出 结果开七二点六啊 所有的人都卖七二点六的 全部卖涨停板 全部卖涨停板 最多可以赚到二十八 这就是整个一个操作 预告买进卖出的过程 我想头顾老师没有人讲这么细了 都是用准的 绩效都是用弊的 我想绩效这个东西啊 真的真的做这么说啊 因为一定要实战操作 实战操作 我们来存折数字价的情节 就像这一个 这个爱马仕 6933的爱马仕 是我三月七号 我告诉你 我有个六字头的股票的 一个施房股 要留给会员朋友 爱马仕 有没有 6933 那爱马仕的话呢 就是三月十一号 我也带会员朋友 买在269以下 结果是最低来到268 268 然后呢隔天 我也提醒275以下 就最低来到273 来到273 然后一路往上狂飙 来到328 那接着我在 事实上我在 昨天九点钟之前 挂价挂得比较高 我在九点零一分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改价 那上限是在328 那他有来到这个 上限是325 他有来到328 那么都让你卖掉 那有些人 也许你真的只有出一半的 那没有关系 我又帮你重新挂价 重新挂价 又卖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318 所以你315都卖得到 所以你跟着彥隆老师 我一定是帮你 防律高扁够丢丢 那么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那么紧紧的跟在 你的屁股后面 你的股票的屁股后面 该做动作 我一定帮你做 那这样子最高 可以获利22% 各位朋友们 你觉得这样棒不棒 各位朋友们 你觉得这样的抠讯 能不能够帮助到你 你喜欢这样的操作吗 如果喜欢的话呢 我们今天啊 有一个快散活动 快散活动 只有30个名额 如何来参与这个快散活动 明天跟我买件 小型的标股 这30个幸运额 你现在第一时间留言 加LINE留言 1加1 1加1联络电话 或者是1加1 LINE ID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 庆祝本周华裔30% 袁山20% 爱马仕22% 全速高点收割 感恩回馈啊 感谢老天爷 让我发明了这个工具 我希望可以造福更多的 这个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所以今天只要加LINE 进来留言 1加1联络电话 1加1LINE ID 这30个名额 我带你买进下档最标股 好那我想重点的部分 如何来留言 你要加LINE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QR Code 现在 这个QR Code 我要说明一下 有一天啦 傍晚的时候 我去看医生 然后那天有点头昏脑胀 那我在捷运上要发讯息 那我觉得发错了 我要取消 结果我竟然把 Telegram整个删掉了 这个账号现在没有了 我本来就在犹豫 要不要再使用这个Telegram 那刚好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再使用Telegram 如果你原本在Telegram里面的 你现在赶快加LINE进来 加LINE进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 得到第一手的提醒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加LINE的话呢 就是小老鼠小A178 或是刷QR Code进来 都可以留言 或是直接拨打2365的电话 进来做一个注文 我们帮你保留这个名额 那请记得一定要订阅影片 这是全新的频道 那么在影片上来鼓励 让我们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大盘的部分 还记得我昨天怎么说的吗 我前天怎么说的吗 我说这叫相形格局 19700到20000点 这个地方相形格局 我也告诉你散热股 有比较高了 轴承股时间整理的不够 还记得吗 我昨天还特别强调 特别提醒谁呢 你应该看看这张字卡 你就记得了吧 我昨天说 那个散热股双红 这个价位正不稳 整理期 这个价位 这个不是只有 昨天开始讲 前天就开始讲的 我也说富士达 这个价位不要追高 我今天上到83级 82级 我也说这个照例 295不要追高 今天从297砍到269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你讲在前面 那今天四店跟华城还在涨 我是不是也提醒你的 那当然四店不是 不是涨到214块来讲 137就讲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其实整个位阶上来看 大盘的位置的话呢 你去注意 那当然现在是一个 上下震荡的一个相形格局 相形格局 因为在去年 不是去年 106年的5月份 第一次上攻万点的时候是 约莫是10天左右 但是这一次是2万点 我认为整理不止10天 应该整理不止10天 时间还是要拉长一点 那所以这个地方 有一个跳空缺口的支撑 所以他会在这个相形的 这个范围里面 来回的一个洗盘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当然今天 我在包括在我的赖里面 我也特别强调 19700点就底部嘛 那今天最低是杀到 19775点 马上拉上去 好像台积电 跟这个鸿海 这尾盘拉上去 有这个观众朋友 跟我们留言说 老师这两根公司 是你们A子比较开的吗 是怎么今天都要买买 来加持你讲的这个指数 因为我今天 我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中午的11点25 到11点35 我在非凡的商业台 有一个连线节目 我在盘中就直接讲 19870 19870 手术的尾盘会收高 结果真的就透过 台积电连电 把它拉高 然后把它收上去 所以投资朋友说 老师这两根公司 你们A子比较开的吗 不好意思 我不能打 那主要就是 英雄所见略同 对这个价值的认定 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一看 台积电跟鸿海 跟A子比较 划上等号 你只要靠近A子比较 你的未来的一个前途 是无可想象 这个空间是无可比喻的 所以看你要不要来靠近 叶龙老师 怎么靠近 你可以加我的赛 成为我的粉丝啊 你来跟我互动啊 你也可以来加入 今天的快闪 1加1 30名幸运儿 来做一个争取 好 那我想持续像是这样的看法 19700到20000点 你要找补充股 那今天果然留下影线嘛 所以低点不多 尤其你看每次跌下来 就两天而已啊 你看 杀那天 包括跌那天 昨天杀 包括跌这天 会不会明天又要攻击了 你今天有买股票吗 我们有耶 我今天要带会员朋友 买了两档耶 那你有没有买 那会不会又像前两天 在这边买 在这边买这个 这个圆山跟买这个 爱马仕的时候 你没有跟 这两天的收割 你又没跟上 所以现在就是现在 赶快 赶快争取快闪1加1 留言你的电话 明天一大早 我来带你买股票 好不好 好 我想这个地方的话 重点的部分 其实就是要第一位接 但是多头市场 空头市场 第一位接的一个 一个讯号是不一样的 一个多头现行的股票 你就是去认证10日均线 20日均线的一个黄金交叉 但是股价跌升之后 他就远远的在这两条线下面 你要怎么样找第一位接呢 很简单 以这档股票为例 5274的信滑 信滑在去年的8月 700多块跟你讲了 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 我记得当时是 从整个位接上 是涨了1200块上来 1200块上来 当时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 回撤前低 那有时候呢 可能有时候两只脚呢 不够 他可能逐第三只脚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的口袋够深 那其实你在附近 去做一个分批 其实也无妨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那你就必须要等到 关键价位站稳 比如说在今天的 关键价位观察 明天来看 你要2685要站稳 但是你要注意 每一天的关键价位 是不太一样的 我可以根据今天来跟你讲 明天的关键价位 那后天的就要根据 明天的来讲 所以你有问题都要来提问 那当然A指标来看什么顺 那你用RSI来看 就是股价创低点 RSI没有创新低 这就是牛市背离 怎么判断低点 就是这样判断的 好不好 这个分享给你参考 好 所以呢 这个AI上游 远端伺服器管理晶片 你看今天涨的是 上游 AI上游的晶片 晶片的股票 还有你看这个 世新也是AI上游的 这个晶片服务设计的公司 对不对 那但是他们是 命运将来是大不同的 那也许信华 有可能逐第三只脚 但是也有可能直接上去 但是呢 世新的话呢 如果没有意外 我认为其实应该是 拉高之后 还要回撤第二只脚 而且这个回撤是还会破底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是我对我的技术分析 对如果用常态来分析是这样子 那他是不是续涨 就关键价位在3590 3590是不是占5 那今天涨停板是没有锁起来的 这个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那 那双红为什么跌下来 就A纸标来看 你看数据拉到前高 这叫高位阶 RSI也接近前高 这叫高位阶 有没有 那么包括这个 齐红也是一样 所以股市当中要怎么样来翻身 就是你要报到低位阶的股票 然后高位阶的 赶快在箱子的屋顶的时候 赶快卖掉 但你说老师我不知道啊 不晓得我的股票到底是不高位阶啊 我的老师带我买的 今天又跌下来 你看这散热的股票跌得好惨啊 老师你的会员好幸运哦 都出在最高点附近 有观众朋友这样讲 那事实上的话呢 没有关系 你不要灰心 晏隆老师会协助你的 只要你今天加赖进来 在我的赖当中 跟我留言你的股名成本 我会用A纸标来协助你 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处理 好不好 好所以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低位阶 比如说我在137 在YouTube影片当中 在这一天所提醒的市店 你看真的三个礼拜不到 差不多三个礼拜而已 已经拉到214了 这样差不多拉多少 差不多拉了77块 77块的话 你除以137的话 现在是60几%了 60几%了你看 所以我说一档30% 三档资金翻倍 当你报到多头现行的股票 当你报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比较题材性的股票 他就会超标 他就会超标 那当然有一个题材性嘛 然后低位阶嘛 K线创高回测均线嘛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观念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带你去预告的 3月11号的这个原山 原来是你 为什么因为K线创高 A指标数据创高嘛 然后这个地方叫多头拇指嘛 所以我在这天的尾盘 先带会员朋友进 然后我也邀请你 那你也买的价钱 也是跟我的会员的成本差不多 然后两天两只涨停 为什么要卖 因为A指标数据拉到前高了 因为RSI股价创高 RSI没有过高啊 这就是一个相对高位阶的概念啊 是不是 所以昨天 成本59.3附近的 在72.6附近卖掉 全数获利出厂 最高获利20% 就这个逻辑观念 包括爱马仕也是一样 同样是一个这个 指标的一个创高之后呢 然后呢 回撤之后呢 缺口他守住了 甚至回撤前面的一个低点守住了 然后开始拉了两天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卖 因为指标过高的时候呢 他就会反应卖压嘛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最高获利22% 全数获利出厂 全数获利出厂 所以你说了 要不要感恩呢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持股那么集中 我这几天做的就是这几档 如果燕荣老师不是骗主 燕荣老师就是你的贵人 燕荣老师如果不是骗子 燕荣老师就是你的贵人 你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愿意的 你相信燕荣老师 你相信我一次 给你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我来证明我真的办得到 当然我不能跟你保证100% 行情好的时候 有行情的时候 我尽量帮你赚 没有行情的时候 我帮你保本 我帮你拥有超越大盘的利润 这样不是很好吗 欢迎跟上燕荣老师的脚步 好那很多人说 燕荣老师 为什么你的A指标 超盘绩效这么棒 A指标是我在证据 月17年所发明的一个工具 A指标它让我知道 产业向上的一个面向 让我了解到 大股东没有世俗消息 我可以让我的会员朋友 跟大股东同步进场 就是这个位阶 甚至A指标对于整个筹码的分析 时间的一个分析 都能够把握到恰如其分 转折才出手 收割快快有 跟着主力三大法人做进场 就这个位阶 甚至这些大咖要出场的时候 我让你跟他们同步进场 如何证明 我在前两天叫你不要去追双红 不是吗 不是吗 就这个现象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观念 甚至包括这个世新啊 世新当时在这个位阶的时候 有没有 在这个位阶的时候 股价创高 A指标数据不是0.11 都已经来到0.18了 这就是大股东出货的概念 是不是 那现在呢 现在接下来的话呢 有些主力可能筹码会松动 会松动 会在这个地方去做出场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所以呢 艳朗老师就是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工具 所以才能够在市场上 屹立不摇这么久 才能够让我的追随者不断的升级续约 你相信了就来 好 所以呢 领先预告的一个状况之下 领先在这个地方 拧好策略性的规划 我说这个相信格局的一个操作 一档20% 四档翻倍嘛 那你看我现在华裔 30%嘛 收割嘛 然后呢 远山20%嘛 爱马仕22%嘛 这样是不是很棒 对不对 那当然航行来的时候 航行好的时候 我们常态就是一档30% 三档翻倍 而且在半个月的时间 10天到15天完成30% 经常一个月的时间 给你怎么样 60%的一个机会 就像我跟你预告的市店 不是吗 市店有一个月吗 没有啊 可是已经60%啦 对不对 所以有行情的时候就这样赚 60%就是两档就翻倍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在最近我送的周报当中 2月17号 明天礼拜五又有周报了 要登记哦 那2月17号的话呢 我送的周报 那我周报就六档到八档 那我2月17号送的是柯桥 中阳光 大中 泰塑10天之内 我是不是跟你说10天到15天 真的都30% 但是你仔细再看 柯桥7天啊 中阳光10天 大中是5天啊 然后泰塑的话呢 差不多10天左右 所以远远的低于10天以下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A子比较多棒 所以各位朋友们 你不要灰心啊 你真的只是用错方法 你真的只是跟错人 你今天只要跟到一个 像燕榮老师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操盘抠讯的话呢 你的1000万剩500万的 也许你1亿剩下3000万 4000万的 100万剩50万 或者说1000万剩这个 剩这个500万的 500剩250万的 这些都有解 都有解 那你今天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快散1加1 那么庆祝本周华裔30% 圆山20% 爱马仕22% 全速高点收割 感恩回馈 今天就是加赖进来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 加赖进来留言 1加1联络电话 加赖进来留言 1加1赖ID 来争取这30个名额 有30个幸运额 我明天要带你买进去 一档小型标股 你一定要跟上 一定要来争取 因为他明天真的有机会 会涨停涨停再涨停 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 好我想这个地方的话 来跟大家分享 整个行情一个规划上 我仍然看好散热族群 我也看好整个 所谓的一个重电族群 那当然这个地方一走成 我也不会缺席 这重点是一个股票 它是不是会涨 它会不会标 不在乎它的股名 而是在它的位阶 所以今天包括爱马仕 尽管我出掉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做分享 爱马仕因为它的A指标数据 也有创高点 RSI也有创小高点 将来这个股票如果有低点的时候 我同样的原班人马 我会带他们在低点去做一个买进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原班人马的意思就是 这个礼拜 我刚刚所呈现的所有的迹象 所有等级的会员都有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散热族群 我们先看到爱马仕 假设它第一位接的时候 我们不会缺席的 还有包括1514的亚利 亚利一样K线有创高 RSI A指标有创高 RSI都有创高 那现在K线形态看起来 是有一个主体的现象 当然这就是第一个转折 那假设你有资金的 你口袋够深的 我们就分批 那如果你口袋不够深的 你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那我一直跟你谈这个道理 对不对 那这个刀口上就是 关键价位110要站稳 好不好 好那另外的话呢 8011的台通 这个富霸效应的股票 它是鸿海的子公司 那么转投资的公司 那么光通讯的这个概念族群 那K线有创高 A指标创高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只要能够回测到 整个关键价位手稳 比如说31块手稳 或者说如果手不稳 你就回到整个均线附近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东阳今天不要追高 那明天也不要追高 因为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那在这边的话呢 要注意哦 如果说他这个地方 能够做一个回测 回测的话呢 比如说他先攻好了 那115站稳 那他直接上去 那我就不建议了 那他如果有回测 那么整个关键价位 能够回到第一位阶附近 我觉得这个股票 也可以做一个留意哦 好那所以股市人生 最重点是什么 就是要翻倍赚 根据整个行情 来调整我们的策略 那么一档30% 10天到15天 这是我在上礼拜之前 我所做的一个策略 那很开心 到处都有这样的股票 来呈现给我的会员朋友 那么从这个这几天 从这个本周一开始 我就发现是一个 什么结构 就是一个箱形结构 19,700到2万点的箱形结构 那么害怕你会怎么样 会报上报下 期望值过高 你就该赚了20%没赚嘛 所以我们设定 20% 一档20% 你看两天就20%了 四档资金翻倍 有兴趣的 赶快来把握机会 来跟上彦荣老师的这个脚步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的一个 袁山 华裔还有爱马仕的收割 就是策略性的调整 一档20% 四档翻倍 华裔三天 准备你不敢不敢相信 那么爱马仕 华裔 爱马仕跟袁山 两天的时间 两只涨停 因为爱马仕是买到低价的 所以多了2%上来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 你要不要跟呢 印尔老师总是像这样 根据盘面来帮你做调整 就像上一次 那么这个 2月17号的一个股票 所做的一个分享 也是一样 都在10天之内就完成30% 所以一档38 三档翻倍 那现在是一档20% 四档翻倍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观念 想要跟我们一起打拼的 把握这个快展1加1的这个活动 那么庆祝本周 华裔30%收割 袁山20% 爱马仕22% 这样讲你觉得没有多少 但是如果在对照大盘指数 只有涨86点 本周目前为止只有涨86点 在对照你所跟的头顾老师 我不知道是满江红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也许比我们好也不一定 如果有比我们好的 请你来留言好不好 我真的很想要看一看 我真的很想跟他们 交个朋友 看看是哪一个老师 绩效比我好 真的好不好 那如果没有比我好的 那你把握这个机会 你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彦龙老师呢 来带你 那么你错过这些 我来带你买进明天 最标的小型标股 好不好 那我已经选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快闪 1加1的活动 有30名幸运儿可以得到 这一个标股 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如何得到呢 现在就打电话进来做争取 2365的电话 或是加赖进来 留下 1加1联络电话 或是加赖进来 留下1加1 赖ID 那么就可以争取 这30个名额 来做一个跟上哦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欢迎大家 加赖进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订阅 叶老师的影片 那么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